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Hello 小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你们最喜欢的圆圆姐姐 我是你们最喜欢的杉茜姐姐 杉茜姐姐今天我们两个人没有玩具来做什么 我是小魔女 小魔女 你就学魔法了吗 嗯 哇塞 那玩具呢 我会变出来 你变吗 嗯 模板 模板 变 哇 真的变出来玩具了 这个是什么 天花灯萌 哇 这个玩具看起来好好玩啊 那小魔女们在我们开始正式DIY之前 千万不要忘记 关注爱玩具的微信公众号 还要记得 订阅我们 好 这样的话就有机会跟我和杉茜 一起在这里玩玩具了 好 那我们现在正式开始DIY吧 加油 好啦小朋友们 我们现在已经把灯笼笼拿出来了 我们要把所有要做灯笼的材料都拿出来 没错 那扇贝选择的是红色的灯笼 而我呢是蓝色的 小朋友们看这里 我们有超级多的布林布林的贴画 等一下呢就要把这些全部都贴在灯笼上 制作出自己最喜欢的灯笼 那小朋友那扇贝你准备要做一个什么样的灯笼呢 我准备做一个小鸟灯笼 小鸟灯笼 那你的小鸟需要有这样的眼睛呢 好想需要 那圆圆姐姐呢想要做一个乱七八糟的波点灯笼 我觉得各种颜色五颜六色一定会非常好看的 我觉得小动物比较更可爱一些 那我们两个人现在一起来开始做吧 好吗 好 现在呢我要先把我蓝色的这个打开 现在呢我要先把我的蓝色的打开 现在呢我要把它这样张开 Go 哇 是圆形的 像这样拉 拉 拉 我拉吧 拉在两边 哇 也变成圆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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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 那我们先把它张起来是不是会更方便一点 我觉得它一直像不像这样那么圆 嗯 我来看一下怎么把它织起来哦 我也要休息它怎么样 开起来 这是一个灯 怎么样才能弄好那么难的 嘿 用力 哇 再用力 嗯 嗯 小朋友我们看 像这样就织起来了 在这个位置 有一个开关 如果我把它打开的话 嗯 你们可能看不太到 但是我这边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微弱的光 我们现在可以把灯关了看一下 哇 哇 上面亮了红色的闪亮灯 小朋友我们看 我的灯好看吗 还是五彩的 会一直变颜色 现在是蓝色 现在是粉色 然后再等它变 哇 我的变成红色了 我的变成了 啊 又变成了绿色 我变成了红色 哇 我又变成了蓝色 哇 我变成绿色 太好看了 现在我们开始来制作它吧 把灯打开 那现在呢 我们把这些贴画都要往灯楼上面贴了 我们可以自己选择自己喜欢的样子 我要贴小鸟的一部分口袋 那我要选择贴像这样的波点 因为我觉得它很可爱 有各种各样的颜色 把它撕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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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不可以看可爱吗 一小只 然后还有像这样 黄色的 哦 它怎么老是跑掉 哇 小鸟是金色的 Sanban 好漂亮啊 现在我要贴它们的眼睛了 那么大的眼睛吗小鸟 对 那我再贴个绿色的小波点吧 很漂亮的 很漂亮的 这样就完成了 好看吗 好看 我也觉得很好看 我的眼睛了 我的眼睛做完了 我们看一下扇贝的 小朋友们 你们更喜欢扇贝的灯笼 还是圆圆姐姐的灯笼呢 我们现在把它最后一步的这个 按上 按不上了 怎么办 对 像这样 哦 哦 那 这可爱了 我来帮你 这里有一个小钩 然后我们把它 钩上去 钩上去 这样 我们就觉得 我们就觉得再过新年一样 对啊 新年好呀 新年好呀 祝贺大家 新年好 半年可以有压岁钱 对不对 对 好啊 麻烦编导姐姐给我们两个人关一下灯 哇 哇 灯关了 所有的装饰品都变成了黑色 哇 但是你的可以看出来是一个小羊的样子 是不是 还有大嘴巴 哦 掉下来了 那圆圆姐姐的呢 有云朵 还有很多无数的小布点 小布点就像在 我觉得就像在 黑夜里有云朵之后 下面都是星星 太美啦 好啦 变成姐姐开灯吧 好啦 小朋友们 我们的灯笼做完了 你们喜欢吗 如果喜欢我的话 在下面写个 扇贝姐姐 如果喜欢 演员姐姐的话 就在下面写个 演员姐姐 对太棒了 扇贝 那小朋友们 你们到底喜欢我们两个人 谁的灯笼呢 欢迎你们给我们留言哦 那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 哦 不对 别忘了 要订阅我们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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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